我覺得這趟去美國兩年多三年 然後我學習到很多像是身體上的接觸 然後他們打球的那種激情 就是他們真的很拚 就是球在地上他們都是用譜的 就不管會不會出界他們都會去譜 就是我以前在台灣並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這次學到蠻多的 然後感想就是我覺得真的要拚 因為那些教練他並不會覺得你是 身為顏色的黃種人、白人、黑人 他們只在乎你能不能打 所以如果你不拚你就沒辦法上層 在美國訓練上跟台灣差最多的就是 真的是身體的碰撞 就是他們會混合一些美式足球的訓練 就是衝撞啊、防守的就是要把人擋住 都是譬如說製造進攻犯規好的 進攻犯真的是全力往你身上撞 然後你防守就不能殺 就是原地站著讓他撞倒 就是在台灣也不會真的是這樣用力撞 我還是會再選擇一次旅美 因為我覺得就是兩個不同的體驗 就是在台灣有台灣的好處 在美國業務一定有美國的好處 所以我不會局限於就是說我只要在台灣這樣子 我會建議他們就是勇敢一點 就是知道自己想什麼的時候就去 就不要在乎太多其他人跟你說什麼 過去一年我的激勵方面爆發力 就是變好滿多 然後在美國參加訓練營的時候 也有NBA全然跟我聊到 他覺得我現在 第一步過人的第一步 是他覺得是真的滿快的 然後他希望我善用我的第一步的爆發力 就是激勵訓練 就是單腿蹲啊 或者是爆發力的跳 重量訓練就是我現在是在練爆發力的 就是快速起跳啊 或者是跳更遠的 那練球部分就是練一些吃球啊 peak and roll啊 或者是雞零跳筒那些 當下是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又有點感覺 喔我要變成一個職業球員 就是心態上有馬上的轉換 因為我本來也沒有真的打算要把大學四年都讀完 所以我覺得還是準備好就進入到職業這樣子 那今年剛好是 對我的計畫來說 我是多提早了一年 因為我本來打算再打一年 然後再去四個月這樣子 那今年因為教練啊 他們被挖到更好的學校 然後新來教練又其實 不怎麼在乎的感覺 然後也自己從他原本學校帶全員來 再多打一年可能會浪費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就提早轉職業這樣子 那當初有轉學的想法嗎 有當初有轉學的想法 但是接觸的學校就是 還是還不錯 但是我就會有一種要搬家 要可能整個搬到另外一年 可能我搬在東岸 可能要搬到西岸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還是乾脆就打職業好了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決定打個兩年大學 然後就去CBA選球這樣子 然後當時就是 當時考量也就是轉學 大一年 不然就是接CBA這樣子 所以台灣喔 台灣投入選球的部分倒是沒有 如果真的要在台灣打的話 我可能不會用選手的方式 可能會在其他地區的練賽 可能打一年 然後再用自由權的方式 我知道他們一直都是非常強勢啊 不管看中國隊在古籍賽上的打法那些 就是他們防守是真的很強贏 然後進攻方面 強籃板方面也都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可能我到那邊之後會真正堅持到 然後最想多位的球員喔 他們那邊的洋將幾乎都是NBA過來的嘛 所以我覺得多位到他們的任何一個洋將都是我滿期待的 當時多位到他就感覺的出來就是 什麼的球員就是天賦真的是最頂的那種 然後他的手真的非常長 然後雖然他的體重 我有對抗到就是 他是體重真的是沒有很重 就是我是對他得了的 但是就是他的手 他的天賦就擺在那裡 所以就是知道那個差距在那裡 他投射非常 就是三分命中率四成多 然後對位到他的都是中鋒球員 中鋒球員也不能太成 因為大學有些中鋒沒有投射能力 就是也沒有進去三秒的放手規定 所以大學中鋒放手幾乎都是一直存在進去的 那對位到他他們就得貼上去 加上他又有遠球跟過人能力 所以就會變成他是可能大學裡面最好的球員這樣子 因為場地是NBA的場地嘛 是托望者的主場 我那邊就是有四個球場 觀眾真的是爆滿 然後就是非常的這麼說 可能比我高中那時候打小巨蛋的那個氛圍還要 然後就是整個都聽不到聲音 然後當下喔當下我也沒有到說緊張 就是因為已經專注在球場上了 然後教練老師上場就上場就做我平常練習做的事情 沒有然後我當時心裡想的就是 就是在這麼重要的比賽 然後教練派我上場 就是我要把每個球都做對 就是該出手的時候出手 沒有啊 不該出手的時候就做教練希望我做的事情 就打得比較耐心一點 就是當然很多人跟我說 就是你怎麼沒有出手啊 你怎麼沒有三分拿起來就投啊 就是當時我心裡想的就是 我表現得好 然後讓教練信任 啊明年我就會贏得更多上場的時間 嗯 我會希望我五年後可以做到某些成就 例如打進CVL全民心 或者是例如有爭取到NBA夏季聯賽的出賽資格 或者是例如打國際賽 幫中華隊打進八強四強 就是我希望我五年後能做到這些 之前選手有給我的一些 feedback 對於小CVL的部分 其實就是會有很多身體接觸 但小馬他在這一塊 他有在很持續的經濟他的身體 但其實還是在CVL強度 我認為他還是不夠 對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在訓練的目標 可能我們就不會是 因為他身材是高大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很多是 教他如何閃避推擠 然後利用速度加力量去創造更多的空間 而不是就是一直用他的身材 去跟人家做強硬的對抗 所以在過程訓練 我們其實就是目標 其實就是教他的組合 更利用節奏的變換 然後再利用他的一些身材的優勢 就是他的高大的提心 然後去創造更多他出手的機會 跟更多他切入過人的能力 這樣子 其實算綜合起來 對因為我們希望他具有持球的能力 也有運球的能力 對只是就是我們在設定他 因為就剛剛講到其實就是 不希望有太多的身體接觸 所以我們就是做很多 在運球上面其實做了很多 不同腳步的變換 然後去讓他有 節奏變換的能力 再做有效的接入 對所以其實在設定上面 其實是兩者 兩者都有Complight在一起的 而不是單一的一個 就單一見鋒還是遠空球 對那因為也是希望他可以發展 另外一個能力就是穿球 對所以在視野上面 其實我們也有在 在跟他講說 在運球或持球的過人中 可能身體的面向 或是眼睛的 眼睛要看哪邊 其實都有在提醒他 在要求他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是他的心態 我在猜應該是出去碰到 都是怪物嘛 對那那些怪物其實就 也是花很多時間在訓練自己 培量自己 對那以前他可能在訓練上面 沒有這麼多 那麼要求 是那麼著墨 對那現在他我覺得他 很在意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動作 跟每一次的出手 甚至他會要求說 他做不好 就是直接要求他重來 所以我覺得他對自我要求 跟 對於訓練的渴望 進步的渴望 我覺得是 比以前好很多 而且 而且是他 我覺得是他最大的成長